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上一期视频向朋友们介绍了 Language React专业字幕插件 在电脑端的使用 本期视频向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在手机上如何安装与使用Language React这一个插件 下面来到手机屏幕 使用Chrome浏览器 EG浏览器等这些主流的浏览器 是不可以使用插件的功能的 要在安卓手机上使用插件的功能 要安装下这个浏览器 KV浏览器 点击这个链接 在Chrome浏览器中打开 进入刚才复制的网址 点击应用商店 点击安装 安装完成点击打开 点击 点击允许 然后在KV浏览器上安装一下Language React的插件 复制一下插件的链接 我会把这些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然后打开插件的链接 前往 这里的字体有些小 在打开的这个网页点击添加字 点击确定 这是这个插件的介绍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点击扩展程序 目前已经安装好了Language React这一个插件 并且已经开始运行了 这里要注意开发者模式要保持开启 然后我们在地址栏输入YouTube 打开YouTube网站 这里弹出一个对话框 请选择您的母语 选择中英简体 点击OK 在这里搜索一个英文视频 搜索一部英文影片 目前没有显示双语字幕 要实现双语字幕显示 我们要进行一个简单的操作 点击浏览器的右上角三个点 打开这个选项 桌面板网站 在桌面板网站才可以实现双语字幕 开启桌面板网站以后就可以显示双语字幕了